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说你的等候线系统呢 如果不是Markovian 时候怎么办 第一种的方法呢叫做这个阶段方法 就是你有一个伺服器 或是服务者 他有AM个串联的阶段 所以整个呢就是一串的意思 那基本上呢这个是Erren 在这个100多年前提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就是Mμ 然后呢这个是指数函数分配跟以前一样 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有包含个M个相同而且独立的这个阶段 所以呢当你到达的时候呢 顾客呢是进入呢第一个阶段 那有趣的事情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没有新的顾客呢可以进入这个伺服器 当这个过程是进行中的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进来了 好第一个阶段完成了 来到第二个阶段 那任何一个阶段呢是盲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第二个阶段 这个整个伺服器呢就被考虑成是盲的 也就是说呢不能有新的顾客进来 非得要等你M个阶段走完之后呢 新的顾客才可以走进来 好Zi呢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服务时间 所以真正的服务时间呢就是把M个阶段的时间呢给他加起来 那因为呢这个Zi呢是指数函数分配 他的数率呢是Mμ 所以呢完整的真正的服务时间的期望值等于个别期望值呢 想假所以M个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假设说他是独立的 所以呢他的期望值才会变成想假 所以呢数学上呢为什么会做一些假设 是因为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漂亮的公式得到μ分之1 那如果你实际的情况不是呢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公式 所以前面做这个假设是有目的的 好他的累积分布的函数CDF 长了这个很可怕的这个东西 我们基本上没有推到 好那这个称为有一个名字叫M阶段的 M阶段的 Ellen的分配函数 他用E sub M 好来代表E是纪念Ellen 他的变这个变异数呢等于M乘到μ平方 好如果M大于1的时候呢 也就是你有阶段 只要有两个阶段之后 基本上呢这个东西呢就不是μ平方分之1 那我们前面讲过呢 如果你的这个标准差跟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不是指数环数分配 他就不是指数环数分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